學校那個書的次序就跟以前的出版社有點不同 以前他們就學了這一課 才再學那些Fair Test 不過因為今年我們要遷就你們用第二個出版社的書 所以這個就後教 其實學校都教了部分 所以我們不用時間去講太多 因為其實都很簡單 所以我們索性做練習 當然如果你說我都想聽一次的筆記 我就錄了一個影片 你可以有時間去看 內容包括介紹一些Apparatus 和Bunson Burner怎麼開 不過好像剛才這樣說 你們應該都已經教了Bunson Burner怎麼開 我們透過做練習去 去了解整件事 就不特別去再從頭到尾說一次 那麼沉氣了 因為其實這些步驟都很直接的 那麼這個練習就是 你看到有八頁子 去到最後就是這裡 那麼當然了 我們由最開始那裡處理先 那麼這裡你看到有一群Apparatus 那麼它是講一個實驗 那麼我先講一講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個箭咀 其實是一些步驟來的 就是做完一步就再下下一步 那麼每一個步驟那裡 你看到就用很多Apparatus 那麼所以就透過這個實驗 我們再看看究竟用了些什麼的儀器 就是這樣 那麼譬如第一個圖 你看到它就拿一個Reagent Bottle 就倒進一個Beaker 就是將一些Solution 倒進一個Beaker 然後呢 這裡我們又看到一個Dopper 所以A、B、C 我們可以寫這三個 A就是Reagent Bottle 那麼可能就是暑假也好 就是開了學都好 都已經講過這些了 所以就是索性組練習 Beaker 是不是 然後C就是Dopper 然後我們就 其實呢 其實呢 Reagent Bottle的口太小 所以你看到它就不直接用Dopper 在那裡吸一些Solution 還有呢 還有呢 其實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這裡有一個生字要講 就是 除了是 這個Reagent Bottle的封口太小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考慮 因為這支Dopper未必乾淨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 你直接在Dopper 將Reagent Bottle裡面的Solution 吸上來 那麼有機會 會搞到整個 Reagent Bottle的Solution 都不要得 就是用正的那些 不要得了 這個呢 我們會叫做 英文有個字 Contaminate 污染 它中文譯做 就是弄髒它 污染 那麼這個生字呢 就 以往都有教的 今年就 看你生意有沒有提 那所以就 可以先抄襲 Contaminate 污染 那它 那它 E 就 擦走它 變成IoN Contamination 那 所以呢 如果 我們避免 Contaminate Contamination 這件事出現 變成我們就 先隔一重 那 你倒出來的那些 其實你都不會要回 那所以 也都是因為 Contamination的問題 那所以呢 就不要 我省點用 我們不存在這件事 我們寧願 乾淨 我都不會說 走去省回一些 solution 省回一些 的chemical 這個 你要留意一下 往後做事件 都是這樣的方向 好 跟著呢 就 sorry 那 那 就 一滴滴滴 回到 測量 都是那句 因為這個 口感又很小 所以 又比較少 直接 由 測量 倒一些 測量 測量 D 便可以寫下 測量 測量 如果本身寬字都很勤力 這些 生字都難不了你 然後呢 就再倒進 Balling Tube 中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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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就是Poink Tube F就是Test Tube Holder G就是Bunson Burner 先生應該也提及了 Bunson Burner Bunson Burner B字就大加 因為是姓C 然後加熱完 他就再把 加熱了的Solution 倒進 一個Funnel 然後你看到 Filter Paper 然後有Clamm & Stand 然後這個我們叫Connical Fast 你看到Filter Paper 它就沒有指著 因為Filter Paper 其實就不屬於 Aparatus 如果說的儀器 通常是 剛才那些 因為 你 Filter Paper 你不可以 洗乾淨再用回 那些 所以那些 通常我們不會叫做 Aparatus 好 接著呢 就填上H H 就是Clamm & Stand 那些學校只會給Stand & Clank 我們那些 只是給... 什麼意思 不明白 即是不可以Clamm & Stand 你只會Stand & Clank 要倒轉寫嗎 對 一定要 OK 這麼有趣 沒有什麼所謂 你... 你... 你...你...你知就可以了 嗯... 但是在... 其實沒有分別的 不知道你生長怎麼這麼堅持 好了 今天這個Filter Funnel 或是Funnel 以前也是 第二下 有些先生就說 一定要寫Filter Funnel 有些就寫 Filter Funnel 有些就寫 都可以 有些就你喜歡啦 那樣 所以我按住它 Filter Funnel J 是Connico Fast Connico Fast Stand & Clank 不有趣 哦 他可能的概念是 你放了個... Stand在那裡 才再夾個Clank 上去 這樣啦 我相信 不過... 有點無聊 K了 K就... Evaporating Dish 沒錯 Evaporating Dish 好 其實怎麼看呢 都... 我們這個... Evaporating Dish 就畫得深一點 對了 弧度高一點 其實... 有時候你可能會看到圖 那... 它只有一個 沒有比較 怎知道它深還是不深呢 其實是看它的用途 現在它的用途是放在那裡加熱 放在那裡加熱的 就一定是Evaporating Dish 就不會用Wash Glass 所以呢... 就... 用它的用途去想吧 如果你覺得那個... 圖畫得很肉酸 不知道它想怎樣的時候 L啦 就... 那個沙網 我經常都說 你燒東西吃就會看到這些 GAUZ 不過它的沙網就... 有些石棉在上面 即是白色的 是... 我們下個禮拜可能會有 不過呢... 留意... 那些石棉呢... 你不要去刮它 是滋癌的 即是如果你... 吸了它 而且... 還有... 那些... 燒烤的食物... 放在那些網上 不是... 那個網沒有白色的那些 你... 你看看你... 你實驗室用這塊東西呢 其實有白色的 即是... 是的... 白色那些... 你不要刮它下來 嗯... 如果... 以前的裝修工人 因為... 都會用到石棉這種物料 因為它隔熱的能力很好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用... 即是... 他們那時候... 即是... 有些人吸了... 肺有病 嗯... 即是... 令到它的呼吸能力 降低 差到怎樣呢 不要說跑步 會喘起 嗯... 刷牙也會喘起 即是刷牙這個運動 即是... 你要動的嘛 OK 都會令到它喘起 因為我那時候讀大學 有個... 即是... 那些... 體育系的教授 跟我們分享那些... 即是... 人的病 他說他刷牙也要分兩次 那個人 即是刷一次牙也要分兩次去刷 你想想多不重 他平時走路用那些呼吸器氧氣的 才能走路 要不然會喘不去死 那吃東西 吃東西? 他沒有說過 他只說了這兩個情形 即是... 可以很嚴重的 因為那時候不... 大家... 即是... 政府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麼... 全通行那些裝修工人 都是用這些石棉去鋪 即是裝修的 所以很多人中了招 之後就... 當然現在禁止了 因為... 知道原來是因為石棉這種... 這種物料 你問你爸爸媽媽可能都會知道的 因為... 他們那個年代都是用著石棉這種物料 那麼...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tripod OK 都沒什麼特別 好 下一頁 下一頁就... 呃... 測試 其實呢... 讀到中五... 中六... 你... 是跟科技有關的那些 topic 我們說量度 都是只有五種東西 時間 溫度 好... 然後... 重量 我們叫做... 重量 因為... 兩樣有一點點不同的 其實... 一個就叫質量 一個叫重量 那... 如果讀到高班 兩樣東西就... 名字要懂得分... 有什麼不同的 不過你說... 你現在讀中一、中二、甚至中三呢 重量和重量 對你來說都是沒有分別的 或者說你根本完全... 就是... 不會想著讀科技 一個人就說... 你一生就不知道他們的分別 都沒有所謂 就是質量的分別 因為...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了 都不會影響你的生活 也不會說有什麼問題 重量 弄統的說 第四樣度是長度 第五樣度的就是體積 只有五樣樣度而已 就是... 你讀到中六都好啦 你只有五樣樣度而已 時間、溫度、重量、長度、體積 當你說面積如何 長度再向上去便是面積 所以我們不斷寫 面積這件事 當然我們用不同的儀器 例如A,你會看到有一個停滑器 一會兒可以寫 C,你會看到一支測器 測度 E是一個平衡 這個我們叫做Triple Beam Balance 我寫一寫 Triple Beam Triple Beam Triple Beam B-E-A-M Triple Beam Balance 其實最常見的是 以前比較舊式 現在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因為現在通常都用電子磅 你去診所就會看到這些磅 拉那些好像一塊塊金屬的東西 去磅 以前是輕醫腫的 我小時候去看醫生 你不舒服 去看細醫 診所當然放過磅 因為通常 醫生去檢查你的時候 或者有些家庭醫生 看你 你的小朋友 是不是一邊重 去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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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少看到這些磅 當然要小型一點 你上網打Triple Beam Balance 也有很多 相片可以看到 當然我們用了電子磅 Eatronic Balance 要準確一點 接著 G是 測體積 當然 這間長度就沒有 沒有Ruler 或者Meter Rule 那些什麼 或者 我們叫做 軟尺 我們叫做 都沒有的 因為太白癡了 所以免得寫 那這裏呢 就嘗試填下一些磅 我們就轉頭 都對一對 答案 它上面都給了一些 名字 OK 就是這些 什麼Degree Celsius 那些 轉頭對一對